郭民東就把它列為 不友善的台 所以他們也沒興趣要去看 實在說這很危險 就是這個問題已經大家都看到了 其實他們也不知道 那麼今天在日本 還在玩 在玩什麼 不是在玩中午算 不是在玩地水 是在玩18% 現在這樣水流不停 大家煩惱 煩惱說是不是又有擴大傷害 但是現在大家在玩18% 玩18% 我說這到底是什麼問題 日本人沒辦法了解 不知民間疾苦嗎 不知道 這個日本人都是從山群來 都從民間來 哪有可能不知民間疾苦 這是一個現在台灣很奇怪的心態 很奇怪的一個氣氛 就是政黨對立 政黨 你死我活 你現在在進行 更對的事情 我也不可能給你支持 剛才鴻宜在說 八年八百億現在變成一千多億 八年八百億那時候我在做主席 我在經濟委員會做主席 用拜託的插一個沒擠下去而已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沒有你過 你有什麼雙骨膏 怎麼可以讓你去做 綁妝腳 立法院立法委員 這些管治黨在雙骨的人 政黨大家在拚政權的人 大家在考慮是政治管理 是 這就是現在台灣最大的時間 這個時間如果沒有打開 年一年的我們看到這個 你就是不改 你就是不改 我跟你說 今年的課程沒過 今年的課程 重結 還重結 現在我們還要處理後年的課程 我跟你說 還是一樣不會過 因為那全部就總統雙骨 所以現在行政儀 尤其是要割三當情 兩當情 流下去說 過去你三當情就花什麼貪物 要花多少 不是新興的工程 不是延續性的工程 這個法律改支出的 這個好理支出 割的過日 台灣是要怎麼 要怎麼有辦法來應付 我們國際的壓力 你想中國的問題 我們現在天災的地面 還在人魔不章的事情 設施島這個大事 很明顯是人魔不章 是人禍 可能是天災 我說一個禮拜 郝龍斌說 說中央沒法錢 沒有合過價位 所以我都做 這說八十月嘛 價位連拿都還沒拿 他沒拿嗎 沒拿啊 今年七月還要拿啊 連價位都沒拿 你要叫中央拿什麼錢 你要花什麼 可以跟他說 說八十 然後推卸責任嘛 他會出來緩駁 現在 現在市議會 專案 要叫報告嘛 是 要叫報告嘛 這個 黎明就要出事了 這個 所出的事 因為政治人物 說八十 沒有負責任 沒有政治責任 所付出的事 就是這樣嘛 是 來 國民黨裡面還是有很多立法委員 其實慢慢的 他們有向黨中央建議 包括丁守中罵 包括徐宗雄 嘴嘴 包括 這個 這個洪玉金 他們都嘴嘴 都跟國民黨說 你們終於選好過了 對不對 我們上禮拜也有討論過 也有一個名單 差不多十幾個出來嘛 但是這個人又沒有生氣了 當然也許因為政黨惡鬥 但是我必須說啦 可能真的是選民的壓力 沒有感受到 選民沒有給他的政治人物壓力嘛 你說台北市 他不是 對台北市的人來說 多數住在市中心的人來說 沒有 誰多數好像他們都覺得誰倒是 誰都練 李宏 我們現在不是說 某某館市長 你要做好 不是這樣喔 是 錢給他做 錢給他做 這樣 這種卑微的要求要求 我們的壓力要到立法院嘛 要給立法委員嘛 問題是現在這個藍軍立法委員 在國民黨 黨中央有權利的人的 這關黨邊的揮舞之下 他不跟他說 即使他心裡面知道 即使他回鄉有選民 跟他說 終於是快要過 然而 黨中央有權利的人卡住 你就是得聽我的話 他們這些人 還是像個傀儡一樣啊 像一群鴨子一樣啊 今天國民黨的鞭子往這邊揮 他們就往那邊 然後往這邊揮就往這邊 你要想看看 已經有一些聲音出來 但是不好嘛 你看多白癡 他說什麼 以人民為主 以台灣為主 以人民有利 他的人民是少數那些人 18%你們那些人 那些人有啊 他有民進啊 說民進黨都跟他拚正在 沒有在拚經濟拚民生啦 現在他要拚 他拚民生 你敢有給他贏算 他說這個 這是什麼 天不仁嘛 老實說這個個案 我以為是天不仁啦 我們不可以汙衊 因為這來說 要放山 要怎樣 真正這舊頭要拚那個沒辦法 但是 這個案 如果跟這個案 台中市 台中官 台北官 台北市 現在都淹水啊 那是天不仁嗎 會不會是馬不仁 會不會老K不仁啊 鳳議 剛剛委員在講 民主政治在競爭 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他的目的是奪權 奪權的目的不是照顧人民 資訊這麼發達 我們在這邊看 其實他24小時在播 不只這個台 我想這幾天的新聞 大概只有剛剛那個 什麼菜架掌啦 什麼泡湯啦 大概只有這些新聞 它應該是最大最主要的新聞 現在台灣整個社會面對的一個問題 就是下雨的問題 然後防漏嘛 大陸的 或是我們在講 就是會水災的那個 防洪啦 防洪 所以可是 他竟然可以脫節 就是說剛剛 李委員講到一個重點 現在政黨惡鬥到 你只要奪權 所有當前看到的目的就是奪權 拿取政權為第一 但是我們在講 政黨發展 或是民主政治的發展 後面應該是有一個人民 他要符合人民 期待人民 要服務人民 可是你現在看不到 他的目的就是鬥爭跟奪權 然後你再看他今天做18% 他是資源分配 後面連結的是選票 他完全不需要去考慮到 民眾在當下的需要 他就特定族群嘛 就是這樣啊 OK 沒關係 這時候我們跟大家說 都已經這麼緊急了 為什麼總以前不要給過 我實在有想像是說 旁邊在管他違法不違法 緊急命令 可以嗎 情報過 緊急命令 還是要通到立法院去 因為緊急命令發布之後 還是要經過立法院同意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我們內部有一個聲音 說如果管你立法院 你立法院紀念違法 違法法論 憲法規定 你去年十二月 抵禁前就通過了 不信法論 這是違憲 這是違法的事情 你立法院紀念違法 我就沒必要遵守 對啊 我行政院就教開 改革就教責 但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所有這些金錢的 這個核銷 頂頂 這個問題就出現了 這是一個爛攤子 因為你立法院 不要好好倒回來 發責的運作 是 制度的運作 人民紓搖 這些改革的工作去推動 所以就責任什麼 責任惡性循環 剛才有說的惡性循環 這個惡性循環 我還不是只有今年 是 真後 可能兩三年 都會出問題 這樣喔 好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老實說 這些大學生 我覺得很尊敬 全國幾個大學 有二十三個青年社團的 這個同學 去立法院展開 反 這個 這個裝算要預算 就是 他們是要希望把 總預算 排在立法院的第一案 結果呢 他們自己當作什麼 小股手機 但是小股手機 也會過多巨人喔 這樣 他們拿去 所有的立法委員簽 說你同不同意 把總預算排在最前面 結果 我們等一下要公佈那個名單 有的人 當然有的人 不當然 是為什麼 這樣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結果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正廣告 請按一下 大家可以多小股手機 請按一下 我們可以按一下 按一下 你可以按一下